歡迎收看精靈天下 MF認為說 現在許多新興市場國家的通膨 可以說是居高不下 而且加速升高的風險 也很大呼籲各國央行 應該要持續的貨幣緊縮政策 而摩根大通也說 現在只有經濟衰退 才能夠真的讓膨膨可以回落 而另外在520行情的助政之下 台股在今天可以說是大漲 上漲了176點 攻上了萬六關卡 自營商在昨天是破天荒的 買超233億 今天是再加碼了127億 是看好台股接下來的行情嗎 另外美國證交會說 下一次的金融危機 可能是企業使用AI所引發的 但是高盛卻認為 因為AI提高了生產力 所以在未來10年的時間 標普500的盡力會增長30% 那麼AI對人類的影響究竟是好是壞呢 我們在今天節目現場為您邀請到 中金院副院長王建全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謝陳彥 肥宜好 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許峰露 肥宜好 大家好 財經專家友廷好 大家晚安 好 我們先請教陳彥 IMF說通膨上升的風險相當的大 其實在今年原本大家認為說 通膨應該已經趨緩了 要擔心的是經濟衰退的問題 但是IMF卻認為說 大家想得太過樂觀了 基本上現在華爾街 我覺得聲音非常的分歧 尤其是這樣一個分歧的聲音 如果又是來自於幾個巨頭的話 坦白講 我們身為市井小民 我們自己都覺得很confused 為什麼 因為現在有人說通膨很高 有人又擔心衰退會比 30年代的大蕭條還糟 我們先來看一下IMF官員 這個是第一副主席 長得非常的漂亮 那也很有智慧 他就提醒大家就是說 你們現在對這個通膨降低 已經降低了這件事情 好像太過樂觀了 他說過於樂觀 他說現在通膨其實還是處於 很高的一個水位 尤其是新興市場的部分 那難道你覺得新興市場通膨 不會影響到這個美國地區嗎 所以他認為這個加速上升的風險 還很大 也就是說你看到通膨 現在好像有緩和下來 可是後面如果再加速上升 所以他提醒所有的央行 他是說各國的央行 我覺得這個點很 其實確實讓我們很緊張 因為他說你要持續的保持緊縮 緊縮是要大家繼續升息 對 你不要鬆懈 第一副主席 但是這個美股的大頭頭 Jeremy Segel 這個非常知名的一個學者 實際上他告訴大家說 你們就只看通膨升息這些問題 可是你忽略了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他講到的是所謂的 信貸緊縮的一個狀況 他特別提到 因為你不能只看通膨 跟利率之間的關係 實際上信貸緊縮 是不是一種自發性的一個緊縮過程 是 如果是 他已經相當於升息三到四馬了 所以他甚至認為說你五月根本就不該升息 你原本要升的息信貸緊縮 已經幫你解決了 所以他就督促說 應該要暫緩來對抗通膨 不需要 你不需要再繼續對抗通膨 而且限制性的利率會讓經濟的緊縮 然後導致進入衰退 所以現在到底是通膨的問題嚴重 還是經濟衰退 我現在有點混亂 但是我們仔細來看 這個是摩根大通 這個全球利率主管 他也講說 因為現在市場都預期要降息 現在市場已經有這樣的一個聲音出來 大家都認為說 你這個通膨雖然還是很高 可是你今年一定要降息 一定要降息 為什麼 因為通膨太高了對不對 經濟衰退才能讓它回落 所以如果未來經濟大幅度衰退 你再來降息是不是太慢 所以你要採取的是什麼 叫做預防性的降息 所以你不要一直去思考通膨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點非常的非常的重要 因為大家都忘了一件事 不是通膨發生了 然後這個就是說衰退發生了 然後通膨同時也降下來 是這個衰退發生一段時間以後 通膨才會有效的下降 那難道你真的要看到衰退的很嚴重 經濟已經犧牲了 總算你看大家好慘 可是我們達成了這個降通膨的目標了 你要看到這樣的一個順序嗎 這樣是不對的 所以華爾街傳奇投資者 Paul Duder Johnson 他其實操作避險基金 非常非常厲害 賺了非常非常多的錢 當然從交易出身的人角度來看 我們會認為他對市場的看法 會有他更獨到的一個見解 那他也講 他說近年來不斷膨脹的 資產價格的泡沫 已經開始收縮了 已經開始收縮了 但鮑爾不認為 可是我覺得說鮑爾是不是忽略了一件事 他總是慢半排 他總是慢半排 對不對 頭前已經有通膨了 他說他還沒有感覺到通膨 然後現在通膨已經降了 他說還沒 然後因為他說 人家說已經衰退 他也說還沒 就是他什麼都還沒 那現在其實這個Jones他就提醒說 其實秋天可能就會陷入衰退 陷入衰退有他的定義 所以我們不要一直覺得說還好 他也說秋天才會衰退 可是我們對衰退的定義 是相當嚴格 有經濟學上面 他的數字上面的一個比較 所以當你真的看到 經濟學上面 數字所定義的衰退 我要跟大家講 那已經是很難看 那絕對是很難看 所以你看 歐洲太平洋證券的執行長 這個應該是念 他就講 他說美國會面臨比 1930年更嚴重的大蕭條 為什麼他會這樣講 我仔細看了他的一個評論 大蕭條的時候很嚴重 景氣整個衰退 但是為什麼他說 這一次會比他更嚴重 因為他說大蕭條的時候 我們至少有看到物價真的下來 他說這一次的大蕭條 我們可能會面臨到更嚴重的是什麼 衰退了 失業了 大家沒有工作了 可是物價還在上面 他說那這樣是更慘的 更慘的情況 比當時更慘的情況 所以如果真的有危機 你是不是要增加公共支出 來刺激經濟 好 然後到時候又通膨 所以他這段話 我一定要特別解釋一下 因為我怕大家不理解 以為我只會唱歌 因為網友已經開始 有一些反彈的聲浪 我要讓你們知道 我經濟學的基礎 其實是很紮實的 也就是說 你現在不趕快 預期可能會衰退 你先阻止他 真的衰退的時候 你通膨又沒有降下來 到時候你怎麼辦 你要增加公共支出 來刺激經濟對不對 然後通膨不是又繼續上去嗎 那不是更慘嗎 現在經濟還沒有衰退 但是美國民眾 其實已經開始縮一結實 沒錯 所以我們必須要讓鮑爾 因為我最近他都不理我了 因為他覺得我是損友 因為我都一直在幫到 但是我要提醒他 其實經濟有沒有在衰退RNG當中 不要一直看到說有沒有衰退 有啊 你看經濟長率是負值 連續兩季 那已經來不及 我們看一下 我們往下看 我們帶大家看一下 因為民眾的感受是最強烈 我講實在話 比如說像我自己 我們在所有的支出上 都要盡量縮減 那經濟越差 什麼 我們用一美元商店 這個叫 這個在美國很有名 叫 這個我們就叫 Dollar Store 或是叫Dollar Center Dollar Tree 這一類的 他就是一美元 當然他現在也沒有真的賣一美元 但是 因為通膨他其實很多都已經漲價 對 他現在很多賣1.25美元 你不要跟他爭論 你不要說 你不是叫一美元商店 就在那個範圍 基本上他賣的一美元 為什麼他 而且他選店的模式這樣 很偏遠的地方 他不會在市中心這樣 就很偏遠 那說租金是不是很低 而且店很小 大概就200坪 你相較於這個倭馬 他們那種2000坪什麼的 萬平的 他沒有 他就小小的 然後他的種類也不多 而且有些可能 不是過期 我先解釋 他是很多 可能庫存太多 他就發到這個地方來 或者是說很多的大賣場 他不是一次 比如說很大一包嗎 實際上我們去買 比如說你去Costco買 你覺得便宜 可是你要買很多 最後的庫存 他就打到這個地方來 但是你買每一次 就一小包 好 對民眾來講 我一次要買這麼多 現在我的現金已經不是那麼足夠了 我到一元商店 我縮減開支 我到一元商店 我買刮鬍刀也好 買各種名牌的家用品製造商 大家也都跑到這個地方上架 為什麼 因為他發現說這些名牌的產品 比如說Dunkin Coffee 這些刮鬍刀 以前你要便宜 你就算買很多 大家不買那麼多 那怎麼辦 庫存怎麼辦 他們就發到這個Dollar General 就是DG 這個是股票有上市的 還有另外一家叫Dollar Trade 它的股票代表是DLTR 股票也有上市 那很好玩 他們的業績都在成長 我們看他過去的一個 長期的一個路徑 就發現說 藍色的這個是GDP 只要GDP往下走 他們的股價就上漲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營收就成長 經濟不好 大家就會去這種 一美元商店去購物 對 所以我們現在不是 上次也講到很多 這個什麼 中價位的商店 在關店 很難生存 對不對 他們還要拓點 為什麼他要拓點 他發現他們現在生意好 點不夠 所以他要繼續的拓展 他們的拓展也很簡單 因為他就200匹 所以你看 過去一美元的店 賣的就是未售出的庫存 大家不要誤解 不是過期的商品 是還沒有過期 可是庫存在那 他就轉到這個地方 或是本來比較大的 大廂的一個規模 他就變得打散了 打散了 臨滿 現在規模數量 正在挑戰什麼 倭碼 正在挑戰倭碼 而且很有趣 他們做了一個調查 他們店都開在哪裡 倭碼在哪 他們就不去 而且他們專門去評估 那一個州的薪水的中位數 比較低的 比較低的城市 也就是說 州的中位數在這 我這個城市的薪水比較低 他就去那邊開店 低於中位數的 沒錯 大家買東西會比較喜歡 買便宜東西 所以你去想 他本來就是在迎合一些 比較中低消費的族群 現在業績上來了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不是告訴你衰退 已經在發生嗎 好 再來 我們也看到一個現象 就是說 零食基本上 應該不是主角 說實在話 對不對 小朋友要吃零嘴 你說不行 你要吃這樣 可是正餐一定貴 零嘴一定便宜 可是零嘴會不會飽 所以現在美國的民眾 既然發生一個現象 其實看了 我心裡也在想 這樣子是對的現象嗎 因為他不去買正餐 他去買零嘴 餅乾 甜點 為什麼 便宜會飽 便宜會飽 那你就成為餐桌的主角 你再淋一點番茄醬 就一樣了 你兩個餅乾夾起來 不就變漢堡了嗎 省下正餐的錢 把零食當餐桌的主角 沒錯 你下次去逛的時候 你仔細的算一下 因為你不太讓小朋友吃零嘴 你上去逛一下 你就發現 真的便宜很多 而且會飽 會有飽足感 那這個問題 是好的現象嗎 我覺得不對 再來我們再去看 現在標準普爾 這個標普他做了一個調查 就是說針對車子 車鄰 那車鄰什麼意思呢 現在創紀錄來到了12.5年 什麼意思 就我持有一台車 開12.5年的時間才換車 開12.5年 好 為什麼 第一個 我不想換車 因為換車買新車 要花更多的錢 還有一個就是說 之前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沒有 是因為新車的零件 沒有辦法到貨 所以大家跑去買二手車 對不對 之前疫情是事實上講 可是現在還有缺零件嗎 沒有 現在所有的晶片都非常的足夠 為什麼大家持有車子的 車鄰還在持續怎樣 很簡單 我能修就修 我二手的能換 我能維修我就繼續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市場的一個狀況 持續的在惡化當中 所以鮑爾你要注意看我們這一集 我在講你要聽 你看整個狀況 其實需求消費持續在減少 你不要一直想要打通膨 你得開始去做一件事 就是你必須預防衰退的發聲 所以現在市場有一個聲音 大家認為說 應該今年有機會降息 今年應該有機會降息 所以如果今年有機會降息的話 資金其實已經開始在投票 他們開始在往外流了 那會流到哪裡 亞洲的可能性很高 所以甚至日本也會是一個好選擇 所以為什麼巴菲特 他就跑到日本去大量的投資 所以這個趨勢 我覺得大家也可以特別思考一下 好 剛剛陳彥我們看到 當大家覺得通膨已經趨緩 但是MF提醒大家說 恐怕是太樂觀 認為通膨依舊是居高不下 那麼摩根大通也說 可能是要真的經濟衰退 才有辦法把這個通膨給壓下來 那麼剛剛陳彥也提到 到時候如果說這個經濟衰退 美國是真的降息的話 這個資金會往亞洲跑 是不是這個時間點 已經有開始在反應了呢 我們還看到的是在日本股市 請教廷 最近這個漲勢相當伶俐 我們看到在日經指數的部分 已經是連六漲 突破了3萬大關 而且我們看到其實在今年以來 日經指數的漲幅 是已經達到17% 全球股市漲了8% 那麼日經指數漲得非常的多 沒錯 這個創了30年來的新高 往1990年代的 當時的泡沫的30年來做邁進 不過今年真的很有趣 今年從英國股市 法國股市的陸續創高 到日本股市 到現在印度股市 即將創高 就現在是衰退企業 但全球股市 陸續都在創高當中 所以各自都有各自的原因 像以前英法股市 是來自於全池結構 有很多的金品奢侈品概念股 不只抗通膨 還能完全轉嫁通膨 創了歷史新高 日本股市創新高的原因 又是什麼原因 基本上我們從4月的出口來看 年增率也就2.6% 並沒有如想像中 來得這麼亮麗 日本股市到底在創高什麼 基本上跟它的貨幣政策的延續性 還是有顯著相關的 我們知道這一次 日本央行行長換人之後 整體貨幣寬鬆的步調 其實並沒有因此而轉變 我們過去跟投資朋友提過 日幣跟日股的關係 跟台幣跟台北股市的關係 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們說日幣跟日股 是呈現高度反向關係 正常來講 我們回歸台北股市 台幣升值就代表著 台北股市的資產 是經進來 台股就容易漲 資產值錢 但是為什麼日幣一路的貶 我們看到 藍色的線是美元兌換日元的匯率 我們看到從18年以來 就一個顯著的上行過程 就代表著日幣是呈現高幅度走貶的 貶值幅度是兩層接近到三層 但紅色線 日經225指數 這段時間卻不斷的創高 現在又創了30年來的新高 這是什麼原因 因為日本股市 其實從過去20年來 它反映更多的是貨幣寬鬆的力道 而並不是經濟的強勁 為什麼 我們都很清楚 日本本身的債務的累積 從2000年以來不斷的貨幣寬鬆 低利率政策 已經讓整體股市的估值 泡沫吹得很大 泡沫吹大到一定程度之後 它反映的 就不一定是基本面的好壞了 因為你撒的錢太多了 它撐這麼高的泡沫 不是因為大家 對於這些公司 有未來獲利的潛艇 而是因為貨幣寬鬆政策 日本央行把它撐上去了 所以就導致了 日本股市的波動 它就取決於央行的態度 怎麼說呢 我們可以觀察到 從整個16年以來 日本就進入到 顯著的低利率政策 在08年當時 還勉強有一點正利率 接近於零了 但是到16年以後 就完全進入到負利率了 什麼意思呢 這就代表著 日本央行現在是 全球重大經濟抵抗中 少數跟它借錢 你不用還利息的央行 對不對 所以它的資金 是非常之廉價的 為什麼資金這麼廉價 這段時間會受到 國際資本家的吹捧 不斷地湧入 來購買日本股市資產 原因很簡單 因為這個時候進行套利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操作了 我們可以了解到 如果日圓 現在借日圓非常便宜的話 那麼我本身擁有 龐大的日圓債券資產的投資人 比如說巴菲特 巴菲特其實擁有很多的債券 尤其是日圓發行債券 這個時候他把他的日圓債券 拿去進行抵押 他就可以借出非常多的日圓 來進行日本股票的收購 我們可以觀察到 他在過去針對日本的幾大商社 像是玩虹 三井物產 三菱商市 駐友 一騰中 來進行大幅度的部件 我們姑且不論他股價漲多少倍 他配個3% 4%的殖利率給我 我借錢幾乎沒有利息 我就直接把這3% 4%的利息 給賺到手了 所以你可以了解到 近期又隨著股價持續的衝高 這就是為什麼現在國際資本家 瘋狂的湧入到日本股市的原因 並不是因為這些商社 有多遠的未來 他這些商社 不是他的願景有多好 這些商社就跟國泰金 富邦金一樣 你覺得他會有這種 爆發性的成長力度嗎 基本上不會有 是因為日本在低利率的環境當中 尤其目前全球都在升級週期 相對他的低利率 就顯得特別特殊 具有顯著的套利空間 不過我也要老實說 你看到雖然他股價漲很多倍 但我跟投資朋友分享 並不是每個人 都適合這樣的操作 巴菲特適合 是因為他本身擁有 大規模的日元資產 長年期都持有 但是一般人 如果你在前幾年 比如說前幾年 不是有很多台灣人 到日本購房嗎 果然這幾年 東京的房價是有顯著上漲 一戶建也是 但問題是 大部分人都是賺到價差 但是賠掉會差 日幣貶了兩成到三成 所以除非你是中長級配置 要不然現在全球 在投資日幣資產當中 都會遇到這樣統一的風險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但是要請教挺好 如果說他持續 讓日幣貶值的話 日元弱勢的話 其實是會有 輸入性通膨的問題 甚至可能會引發一些社會亂想 沒錯 貨幣貶值它可以帶動出口 它可以帶動整體 出口產品的競爭力 但貨幣貶值也代表著 輸入性通膨會持續的增高 你就必須由此取捨來決定 是否要讓整體的日幣 持續的走貶 現在來看 日本很明顯就進入到消費緊縮 消費通縮 但是物價通膨的情況在 我們看日本的內需復甦 感覺不錯 日本的零售銷售年增率 還有7.2% 可是有趣的情況是 我們看紅色是年增率 年增率在一個顯著的上行過程 可是你看總銷售額 其實跟前幾年其實差不多 什麼意思 就是日本目前內需的復甦 有很大的權重是來自於 前兩年的低基期 前兩年它復甦的 比台灣 韓國慢太多了 它的基期比較低 基期太低 現在它一下復甦看起來就很快 但它頂多也就是回到 前兩年的水準而已 我們做一個具體的實質觀察 日本GDP在一季度還是正增長 表現算不錯 可是如果我們觀察 從疫情以來的實質GDP表現 也就是我們要把通膨算入 我們不能只看說你明目增長多少 你撒了那麼多錢 一定會有通膨的增長效果 那我們必須把通膨計價之後 來看待你的購買力到底有沒有增加 我們可以觀察到 如果以2019年作為100 作為基準點 你看到紅色線的美國市場 和綠色線的歐元區市場 整體GDP的實質增幅 都是有效產生的 可是你看到日本 日本甚至連2019年的經濟實質GDP水準 都還沒有達到 所以這叫做明目上的增長 但是實質上 其實並沒有完全的打開 實體的復甦程度 我們從觀光人潮也是 如果日本股市創新高 那就代表著 現在日本的內需產業 或者觀光產業 它應該要比19年的產值更高 更高 這很好理解 可是我們觀察到 目前的觀光人潮 頂多就收復了三分之二 甚至沒有回到2020年以前的水準 我們說叫做報復性旅遊 報復性旅遊 應該就是2022年的觀光人潮 應該要比20年和21年 都還來得多很多 但是到目前為止 都還沒有回到2020年的水平 所以的確有很多人回去玩 但是這個回去的人潮的規模 其實沒有達到過往的水平 這也形成我們看到 在日本內部經濟的一些亂象 比如說最近大家有觀察到一些新聞 你看日本國人對於職場的失望 最近申請打工度假的簽證人數 是持續的激增 到國外賺錢 沒錯 這一次在去年12月底的時候 大概是5700名的日本人 去澳洲度假打工 其實台灣以前也很常去 台灣也蠻多 對 但台灣這兩年比較少 在台灣其實薪資水平漲幅 也算是蠻快速的 尤其在工程師 一年前的約7.7倍 這個上揚幅度是很快的 我們常跟同學有分享 日本人是最不願意出國的人 為什麼 因為沒有免治馬桶 而且那個環境怎麼樣 都相對於日本都會有一段差距 不管是歐美還是東南亞體系 但是我們看到 人數現在是同期的3倍多 是19年的接近6.5倍 就說明一件事情 日幣真的扁太兇 扁到去海外賺別人的外匯 兌換回日園 才能夠有更多的收益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看到 日本最近的社會資安的衝擊力度 也滿顯著的 我們觀察到 你看東京銀座 最近發生了一個奢侈餅店的搶劫案 我看了一下是勞力士的搶劫 三民的蒙面男子 在8號的時候 搶劫了多枚的高架的碗表 日本的犯罪心理學家就認為 這很有可能是年輕人 在現在這個時代 不管是父母的管教不當 或者說社會的貧富差距惡化 所採取的一種 認為是輕鬆賺錢的方式 前陣子抖音挑戰舔杯子的 迴轉壽司 舔杯子的那件事情 也是從日本開始發酵的 搞得我有一陣子 不太敢去吃壽司 但我們可以了解到一個現象 基本上全球在貧富差距 極速惡化 內部開始高幅度通膨之後 都有遇到這樣的現象 剛才陳彥哥 才提到這個一元商店 美國有一個詞 叫做零元購 Zero dollar shopping 什麼意思 就因為美國左派通過了 950美元以下 算是輕罪 不用坐牢的偷竊法案 導致了目前美國的CBDD 區治安也是極度的惡化 日本現在也有這種現象開始產生 但是總歸而言 你就會看到 這個美國股市 至少在22年有一個顯著的下修 但日本不一樣 日本股市在創30年新高 但是內部的經濟 其實增長力度 並沒有想像中來得快 不過說日本持續在寬鬆嗎 其實大陸也是如此的嗎 沒錯 所以你可以了解到 我們觀察 美國的FED 歐洲央行的ECB 目前都還在持續鎖表當中 可是如果你觀察 日本央行和中國人行 都在擴表當中 一個在緊縮 一個在寬鬆 那說明什麼事情 一個在高通膨 一個在明顯的通縮 所以歐美現在還是持續的緊縮 但是日本 在亞洲地區的話 就是日本跟中國大陸的話 是持續在寬鬆 那到底哪一個是對經濟比較好 沒錯 你從股市層面來看 好像最近的入股 港股 前陣子的港股 或者最近的日本股市 感覺都因為這種貨幣寬鬆的效果 有顯著金融資產價格的推高 而美國股市或者歐洲股市的部分 很多的金融業 傳產業 老實說 股價一直受到持續的承壓 好像從價格層面而言 有一個明顯的東升西降 好像東方經濟體比較強勁 但是東方真實的情況是什麼 是實體的消費在通縮 但是物價卻不斷的沖 為什麼 因為你不斷的進行貨幣寬鬆 內部的貶值壓力就會持續擴大 日幣貶了快要接近三成 人民幣最近也破7 你看到在整個東京的物價水平 最近它的通膨率在3%到4% 比台灣還要來得高 但是我沒有了解 整個日本其實長期 它是一個通縮環境 在一個通縮環境 可以有3%到4%的通膨率 這說明它的輸入性通膨有多大了 這也對日本人來講 是非常大的壓力 我們可以觀察到 日本的人均GDP 在22年到23年 陸續的被台灣和韓國超越 對 這很難做比較 因為日本物價水平 本來就比較高 但是在這一段時間 被台韓超越 一個最奇怪的原因 就是因為日幣實在 是貶太兇了 所以我們就會看到那種 很明顯 由貨幣寬鬆 所堆積起來的股價的泡沫 但是實體經濟 卻是持續惡化的階段 所以我覺得 反而在這個時代 通膨或者說 進行貨幣緊縮 它不是一件壞事 正在進行貨幣緊縮的經濟體 經濟其實都還勉強保持得不錯 而在進行貨幣寬鬆的經濟體 經濟表現其實都不是特別的好 我們可以觀察到 如果以整個日本的物價水平 來做觀察 你會發現 藍色區塊是台幣的價格資產 那麼橘色區塊 是把日幣換上回台幣 在日本的售價資產 比如說 你以麥當勞的豬肉買服保衛力 所以在日本吃 比在台灣還便宜 日本29塊 台灣48塊 壽司長也是 日本24塊 台灣40塊 Dyson的吹風機 日本1萬塊 台灣賣1萬4 所以其實前陣子 我也去日本 你就會發現 真的很多東西 由於匯差的原因 價格跌幅都很大 它並不是實體物價在通縮 是由於匯率的關係 讓海外投資人覺得 日本資產相對比較便宜 但這種便宜 它會堆高它的金融資產的泡沫 但是它救不起 整體內需的消費的走皮 為什麼 輸入性通膨太強了 強到我根本就沒辦法生活下去 好 剛剛停號帶我們看到 在日本現在因為匯率貶值的因素 導致他們輸入性通膨的問題 相當的嚴重 但是在股市的部分 是持續的在往上漲 而另外我們也要關注的是 在台股的部分 究竟是不是有這個基本面 來做支撐 因為這幾天的確表現相當的強勁 是不是為了要迎接520行情 要請教封路 台股在今天台積電的這個 帶領之下 攻上了萬六了 尤其在自營商 讓大家覺得很訝異的是 昨天破天荒 一口氣買了233億 在今天繼續買 又買了127億 這是看好台股的後市嗎 確實沒有錯 昨天的自營商大買 應該是把它過去 比較空方的思維 完全做一個扭轉 其實如果我們先從大盤的 技術圖形來跟大家 先做一個報告 其實大家可以發現 技術圖形本來是 看起來是已經轉為空方 因為已經跌破了季線 也跌在月線之下 但大家可以發現 在昨天一根草紅 直接突破了 這個頸線區域之後 整個量 一量的帶浪 再加上說我們看 今天也看到日人在創新高 如果再去看到 美國的費半 也在站上季線的同時 大概就會知道 自營商它已經有空翻多 自營商它的買賣操作 上面有一個很大部分就是 包括說像元大 富邦 他們都有發0050相關的產品 所以它會什麼樣 買進很大批量的全值個股 所以昨天的量很大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買超的是誰 金額最大 像台積電 聯發科 紅海 中華店 都是買全值股 都是買全值股 所以才會看成金額這麼的大 再來的話 自營商它有非常多的東西 它要做一個統合 還有就是套利的方面 我們可以看到像台子期貨 昨天的股市是大漲 但是自營商在期貨方面是做什麼 它大買233億 但它多空了8322口 這個部位其實相加錢是差不多的 它是做一個套利避險 這個也是有牽涉到了 接下來的除全息 這有一部分是因為 除全息的數字 跟目前的期貨 它有一定的差價 所以它也在做這樣的避險 再來我們都知道 自營商它乘坐的商品有很多 有權證 有個股期貨 它有負責一個造勢者 當我賣了很多的權證 我一看這個行情好像要上來 我怎麼辦 再去建立這些權證的部位 所以他會買一些個股 然後像個股期的部分也是一樣 他把這些股票先買起來 才免得說到時候 這個股價往上走的時候 他背課空手 所以昨天一口氣全部走 所以他在現貨的部分 雖然是昨天買超233億 不過他在期貨的部分 他的進空單 也一口氣又增加了8000多口 所以到底 他們是怎麼看台股的後市 他應該是已經把這個方面 是由空翻多 所以他大局買回 但他在買回這麼多部位的同時 他還是會做期貨去做一個避險 避險 所以他其實是有做一個套利的概念 我們剛才講過他買了那麼多 不管是他未來可能要出售 0050的部分 或者是相關的ETF 又或者是說 之前因為看空台北股市 然後他賣出的部位 一次性的做回補 所以大家看到非常大 大家如果有去看昨天買單 加買最多的其實是元大證券 他一口氣一個券商 就買了147億的一個部位 這部位非常大 也佔了整體的市場很大的規模 今天其實還是續買 今天還買了127億 這是整體自營商的部分 所以我們從基礎結構上面來看 在美國股市已經走出公債的陰霾 國債債務三千的陰霾之後 再加上科技股 那達克茨一在創新高 費半昨天也是上漲 那亞洲的日本又持續創高之下 我們台北股市在昨天的技術面 帶量這個是帶量往上攻高 今天繼續補量往上攻 這些股量往上走 不過我還是要提醒同志朋友 指數接下來的空間不會這麼大 因為我們其實在4月份的時候 已經跟大家提醒過 這一波的波段滿足點 大約是落在16400點左右 那現在已經3萬6 對 已經3萬6 而且速度太快了 那技術面上面講 這邊是第一個跳空缺口 第二個跳空缺口 第三個跳空缺口 好 我們說第一個叫突破 第二個叫中繼缺口 第三個通常叫捷徑缺口 再往上走的指數空間 相對比較小 反而他現在因為 違規到個股的表現 像在個股的部分裡面 我們一直在尋找說 有沒有今年以來 比重相對還比較低 漲幅比較小的 其實我們現在看 今天在盤面上最熱的 其實就是記憶體了 最主要是中國 現在快閃記憶體的金片龍頭 長江存儲 他們對客戶發出了說 他們要調整價格 而且漲幅最高有5% 是終止了一年多以來的跌勢 而且比市場預期的 直跌反彈的時間 提早了一到兩劑 其實提早滿久的 這對於台灣的 這個低潤相關記憶體的族群 也都可以收回 我認為這個是一個 全面性的宣告 它其實是一個景氣循環股 它告訴的是你說 我認為景氣比市場預期的 來得快 來得好 而且來得早 我們其實在今年的三月底 三月中旬 四月 幾乎都一直跟大家 有提醒過 記憶體相關的股票 其實你要佈局在它 最慘的時候 結果一看季報出來 確實真的滿慘的 大多數都很慘 包括像納亞克還是虧損 但我們去看一下 他們的股價好了 我們持續來看 像全年其實這一波 我們跟大家報告完之後 它其實最高來到了400多塊 最近又拉回來 在機械附近整理 這兩天又開始進行轉型 它今天反而是因為利多 它反而是因為提前先漲 它進行修行 但它請大家留意 它如果拉回到機械 我覺得都是好的佈局點 南亞克的部分 其實你看第一劑虧損 人家今天創新高 對 這就是整個市場 在公指數的時候 全值先動 比較小型的點序 我們當時有跟大家 在這個附近跟大家提醒 它也走了一波之後 拉回來測試季線 今天留一個比較長的上影線 是這一邊 有比較多的套牢區 所以它要幾乎 在整體再往上走 衛鋼是庫存一定最多的 通常它只要報價一回升 它往上走的機會 就會非常大 我們還是要先去留意 因為整體的機體部分裡面 不管是現貨價格 其實還沒有正式的反轉 然後Netflix的價格 現貨價還沒有嗎 還沒有 現貨價還沒有 目前也還沒有全面講 它只是先放一個風向球 跟大家來做一個報告 但是我認為說 在整體的操作邏輯裡面 只要這些個股 他們有壓回 回到季線資深附近 我覺得都是很好的佈局點 剛剛這個封路帶 我們看到的是 在這個記憶體的一個部分 其實現在包括美光 除了在美國 日本 馬來西亞等地 都有生產據點 那麼現在外媒也說 他們接下來就是要把這個獲得 已經獲得了印度政府的批准 要投資十億美元來建設 包括封裝測試 還有模組的一個產線 鎖定的就是在印度 不過我們提到印度 也要特別來看到的是 在最近我們說到這個印度 除了我們剛剛所提到的台股 跟日股之外 其實印度也是相當受到 這個外資的青睞 包括現在最新的這個報告 也提出說 對全球這個跨產業的 這個高階主管 來進行的這一項調查 這些高管他們其實看好的國家 就包括有印度 全球商業領袖的調查 五大最具有潛力的亞洲國家 印度也是排名第一名 要請教這個副院長 在整個印度的一個部分的話 有可能接下來會變成是 資金匯局的一個地方 印度在短線來說 其實看起來是外資是蠻看好的 第一個是他的這個 開始停止升息 所以對他的這個投資出口 跟整體經濟是看好的 第二個是因為印度 他的PMI採購金融指數 連續20個是正成長 代表他是工業的擴張 第三個印度今年的成長率 大概5% 明年大概是6點多% 加上他基礎建設 整個的情況是很好 美國去中化 將來有幾個地方 一個越南東協國家 第二個東中歐 第三個是墨西哥那裡美洲 第四個就是最重要是印度 然後2000代中國起飛的架勢 2000年的時候 中國大陸開始起飛 現在印度開始基礎建設 大興土木官員的架勢都出來了 所以感覺上有點像中國 那時候要迅事待發的跡象 日本很多的國行 重工業材料發展 這是長線可以觀察的 等一下我會再說明一點 前面還有一個就是 但是要避開一些 比較金融風暴的一些國家 像譬如說義大利 希臘 還沒有真正從歐債危機中走出來 我們來看看資金回流 會投向哪些產業 就是如果美國 一旦停止升級 資金可能跑到亞洲來 因為剛剛陳妍也提到說 美國最近銀行的一些危機 就會造成credit crunch 信用緊縮 等於是類似在升息 所以美國在很多人呼籲說 開始不要停止升息 或是開始降息 中長線對台灣來說 汽車電子源一定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空間 為什麼 不管是Fastcon 富士康 不管是Tesla 都需要談論零組件 而且台灣下一波MIH 就是要併購歐洲的一些 相關軟體人才跟公司 所以軟體會有發展空間 再來生意產業 最近提到這個 所謂的再生雙法要通過 再生雙法 現在當然在學界 還有立法委員有點爭議 可是執政黨有優勢 那這些人 為什麼人口老化 像很多的肝癌的 肝病的 像糖尿病的 像很多的腦中風 阿滋海默症 都熬熬待補在這個法案通過 所以這個法案通過 將來會對細胞治療 生氣信用 都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再來綠能 綠色產業 不管節能 儲能 創能 都是很重要的 半導體相關的產業 比如說我們現在的半導體 高階智能還是很強 AI 5G 卻GDP 資安還有一個是軍工武器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日本為什麼會很重要 日本提高它的國防經費 到2027年會在GDP的2% 是11兆日幣到2.5兆台幣 這裡面日本很多重化工業 以前都是國防工業的一些大生產者 像山林 山井 柱油 還有什麼核崎 山崎重工 所以還有 因為這些貿易的結果 五大商社會在長線 所以巴菲特也看準準的 所以長線 這是我們當然講總長線 印度就是 中國去中化的受力者 中國但是必須要長線情境改革 或者會陷入通縮 可以中低度成長 黃金為什麼會比較看好 197年1盎司黃金 35塊美元 到了2021年1盎司黃金 是1900塊美元 美元對黃金50年變值了50倍 所以告訴你 長期若黃金有跌下來 還是可以佈局 為什麼能源很重要 因為2030年雖然說 大家要去能源化 但是需求下來的幅度 會比供給下來的幅度來得小 所以石油價格還是可以支撐 大概是這樣子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要來關注的是 美國的證交會說 下一個金融的危機 可能會是企業使用AI所引發的 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了解